殖民定義的布料市場前 慈濟志工忙著搭棚子 擺設桌椅 因為他們要在這個社區 成立環保點 志工逢人就介紹 如何把可用的資源回收 志工逐個店家去宣導 同時也邀約民眾 一起來做分類 達恩迪的孩子 是慈濟品德教育班的學生 這天他特地把平常回收的資源 帶來一起分類 當他們跟班學生一起 他們也有資料 有資料 他們也有資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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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們也有資料 他們也有資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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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雖然只是第一次的帶動 但得到民眾熱烈的響應 包括當地政公所 也派人來取經 減少天災的發生 落實環保是最立竿建議的 大約新聞 這次美志工 蔡巧琳 黃國進 印尼報導